Pokemos 今天的另外一個重點是 我們的玉山排解放信用卡 請問大家有沒有看我寫的文章了 我都已經分析好了喔 你不管是新戶、舊戶什麼時候辦卡 跟我們這團就有優惠 所以我沒有特別的強調 但是呢 對於你們來說 你們是舊戶就應該現在辦 因為229之後你就沒有舊戶禮了 229之前才有多拿200的這個PB 那3月以後期呢 只有新戶有活動 所以新戶朋友請你自己權衡一下 是要在2月半還是3月半 3月半你只有剩下300PB而已 那你有沒有跟我們這團的差異 就只是抽獎而已 你想要支持寶可夢 你就跟我們談判幫的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來聊一下 這個所謂的2345的回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玉山排解放2020年3月以後的刷卡回饋 有四個回饋的集聚 第一個是你的一般消費跟保費的部分 是2%PB回饋無上限 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很明顯的就是 跟現行的優惠是有變得比較差的 現在是2.5那現在後來就變2% 所以我才會問大家一個問題就是 玉山排卡它目前的回饋 如果變得跟聯邦帶點卡一樣的話 那你會選哪一張卡片呢 結果反而大家都喜歡這個帶點卡 第2點的話呢 是海外消費有3%PB 它其實就變成是加碼了 所以我覺得一來一往 其實對我們來說 其實沒有很吃虧啦 那我發現網路上有好多人就是說 你2.5%變2%你就是變差了 你就是罪該萬死 我就搞不懂為什麼 那些人這麼的義憤甜言 就是難道銀行它就沒有權利 可以縮減權益嗎 我覺得這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裡面 因為它其實在後面都是做加碼耶 對不對 綁逆派遣包以前是只有3.5% 那它現在給你到4% 我覺得都算是加碼 它只是把之前的拿掉而已 那再來 綁逆派遣包的指定通路最高給你5% 回饋無上限 它也是比之前的4.5%再高啊 它是加了三個通路的0.5% 然後只是減了一般通路的0.5% 但是呢我覺得我們還是本持一個初衷 就是你覺得這東西好 你就分享就好了 我個人最推的我看到的亮點就是 這個在PC Home的全通路平台裡面 只要刷拼拍錢包信用卡 就是給你5%的回饋 我覺得綁定 就是這個賞把支付在這個全平台 平台全平台裡面 就是95折耶 這樣不好嗎 像我偶爾買個五六百的東西 那你用其他信用卡也沒有什麼 那個所謂的 通常都買3000 然後才送你100多少 都很門檻都蠻高的啊 那你要買個五六百 你就直接刷就好了 那你直接刷的話 你就用這張卡片不好嗎 就還不錯啊 就95折是崩坦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它的亮點 這也是我在文章裡面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是 蜘蛛計較的人 那你的實體刷卡 你要用哪張 你實體刷卡 你幹嘛不用永鋒大戶卡不好 永鋒大戶卡給你兩拍 也是現機 不也很好嗎 或者用聯邦奈典卡也可以啊 為什麼一定要執著用這張卡片呢 你這張卡片 就把它綁在APP裡面 做掃碼吃負就好了嘛 我覺得玉山算是有誠意啦 只是說 它在新戶裡的部分 就變500變300嘛 就變差了 所以這部分 大家還是要衡量一下 如果你是玉山新戶 你就可以選擇要不要現在辦卡 或者是3月1號以後 辦其他信用卡 這部分就自己投量 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ABCD 你覺得哪一張卡 是你的無腦神卡 A的話是玉山Only卡 B的話呢 是這個永鋒大戶卡 C的話是我們的拍錢包信用卡 這次幫他們做個業績 就是放了這個很可愛的拍度卡 B的話呢 是聯邦奈典卡 現在有四張神卡在這邊 大家覺得哪一張卡 是你認為的2020年無腦神卡 趕快幫我投個票 B B C B C C B B好多喔 大部分都是B嘛 所以你看 如果你用一個比較 客觀的方式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大家都是選B 也就是這個所謂的 永鋒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 非常的不錯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還沒有 永鋒大戶卡的朋友 請你先跟團多拿200 好嗎 先辦永鋒大戶 輸位賬戶 接下來再根據我們的攻略 一步一步的辦卡 一步一步結 任務拿優惠 還不錯 B也很好用 其實我想投渣渣現金 回饋感1.88 他那個回饋 低於2% 我們就不推了啦